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车内全程佩戴口罩 第二 尽量避免交谈及饮食 第三 可以打开窗户 保持通风 第四 非必要不要乱碰触车内其他地方 付款时也可以使用悠悠卡或行通支付 就不用烦恼你早前时还会碰触到其他物品 下车后一定要记得用肥皂洗手或干洗手消毒 降低感染的风险 搭乘交通工具 防疫不松懈 安心搭乘 作为彼此健康的守护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股市之宝 那我想整个行情还是持续的在这个地方 这个个股的部分 选的还是继续选 是因为力旺 建策 什么优群 对不对 那当然我陈老师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今年就是涨这个小股本 小股的 所以基本上你看看像这个加金就好 这加金 很多的 陈老师啊 我就是爱买中美金环球金啊 对不对 我不爱买加金 可是这没有办法 因为相对来讲这个加金啊 它的这个 它这个股本就是比较小嘛 它就相对于中美金环球金 它股本就比较小嘛 就像我一样我跟大家讲 你真的你要买那个被动元件啊 一定国一定是大义是首选 大义你知道吗 大义啊 我讲你不信 如果说接下来国具华星科会上啊 大义它绝对是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陈老师常常跟大家讲 一定要注意这些美美角角 不是说国具华星科不去 如果今天被动元件起起来 不一定明天才就起来 一定是大义最强的 大义啊 这个一样的 所以细金元里面啊 我就跟你讲 你不要管说现在加金是做什么的啊 这个真的涨上来一定是加金 一定是比这个环球金中美金强 这个你今年就记住这个原则 所以像这个也是一样啊 加登啊 香昂啊 建策啊 神盾啊 这都是为什么会涨 股本小嘛 股本小 尤其是这加登啊 你认为它会结束吗 加登会结束吗 你就这样就好了 这样 这样知道吗 这样 相昂建策啊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很简单 爱扑 爱扑 我跟你讲呢 你就注意就对了 好不好 讲一百遍也是这些嘛 曾老师啊 你又说了 就是在这边建策啦 这边爱扑啦 对哦 不然要说啥 建策啊 你看这讲号都已经烂掉了 这个真的 讲号都烂掉了 你看看这也是创新高 为什么 来拉近一点 12亿的小股本啊 不涨它涨谁啊 不涨它涨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会涨这些 我讲难听一点 就像那个四星KY 才6亿的股本 翔硕加折 才6亿的股本 你今天不涨那个 你要涨什么 加折翔硕 对不对 才6亿的股本 你看看 这个建策 也才12亿啊 也才12亿的股本啊 小股本啊 也才 你看今天也来创新高啦 陈老师你都没说 我没说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你今年 不管是今天生气防疫类股 也是电子股也好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讲 你今年你不注意这个 你要注意什么 一样的意思啊 加折翔硕啊 对不对 立望 早上讲讲 7到8亿而已 立望 你看7.5亿 今天也来创新高 今天也来创新高啦 立望 我不是昨天不是跟你讲吗 这个立望 我跟你讲 这有一天哦 跟加折翔硕快 你看看 它量不大呢 你看这股票啊 量也不见得大呢 这1000多张这样了不起 最多耶 有时候才几百张耶 帮帮帮帮帮帮帮 这个立望啊 这个立拔三合啊 我说这会不会像加折翔硕 今天也来创新高啦 对大学光 为什么会涨 大学光 大学光 7.6亿啊 你们看到 7.6亿照样涨 我陈老师已经跟你谈了很多了嘛 你要我再讲还是一样 陈老师啊 你又讲了 那小机股票 不然你买什么 心向优群 王队主力怎么可能不拉 那主力跑得掉吗 啊 主力跑得掉吗 你看今天怕一个 你看看 马上 啊 又拉起来了 不是都叫你今天去追 对不对 你就慢慢看他会不会涨嘛 主力8.21 他主力怎么跑 这一样啊 心向啊 明星三缺一啊 这主力今天怎么跑 这怎么跑 你看看 这我讲多久了 先买先赢 先买先赢 我那时候没给你打哩 陈老师你没讲 我没有讲 啊 我没有讲吗 你慢慢看啊 你就慢慢看嘛 陈老师我早就卖掉了 我说这样没办法了 该讲的我都有讲了 你看这只股票 讲了多久了 5月15号讲的 陈老师啊 你讲的是在跌 我说你要不要买 你不买算啊 国具的继承者 国具的继承者 立基啊 有没有 利润机会无限大 你看看 你看看他今天 3.9亿 来啦 3.9亿啊 立基啊 陈老师 你们讲的时候在跌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看看今天嘛 我问你 你看看今天嘛 这立基啊 我说中加 中加港支啊 国具之后 下一支 有没有 中加港支啊 你看看今天的立基啊 立基啊 我陈老师跟你讲 你就放在心里面嘛 你今天他会 跟他讲的 有的没的 什么看基本面 这哪有什么 好基本面的问题 对不对 陈老师啊 哎呀 我那个立望 他到底是今年有多赚钱 你不要管那个 加泽享受 他今天他是股本 大的话 像鸿海 像台积电 他怎么标呢 对 今天不是说 国具华新科不会涨 我已经跟你讲过 你要买你就买大义嘛 一样的拉回来 一样的啊 对不对 我也是跟你讲啊 中美金环球金不是买起 你就买加金就好了嘛 你管他加金做什么 你在探导 在问你干什么 他很多人说 陈老师啊 防疫列股 今天拉回来 到底可不可以买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买 你爱买不买 随便你 我讲话就很清楚 我就跟你讲 今年你就注意到 这些小股本的东西 今年啊 今年啊 你要注意到小股本的 你懂意思吗 你看看 我今天讲就很实在的话 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你说 啊 增济防疫 恒大涨多的拉回 对不对 保龄副井涨多的拉回 那当然会拉回 热运涨那么多了 康纳箱涨那么多 你让人家休息一下 可是你没有发觉到 今天的生技防疫涨到 又涨到什么 涨到号顶来 涨到什么 涨到生技类股 防疫类股 今天涨到生技类股 你看看这号顶 涨到什么 今天涨到什么 涨到什么啦 志勤 你看看今天涨到志勤来了 涨到志勤来了 你看看今天涨到什么 来拉近一点 这叫什么 马光KY 为什么会涨这个啊 你不要问我嘛 你不要问我好不好 你不要问我有没有 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会涨到这个 你看看今天涨到这个 明基1 你看4.41 来拉近一点 拉远一点 你看看涨到这个了 现在变成涨到这个了 你说 对今天 保龄副井拉回来 这个什么 这个热印拉回来 恒大拉回来 他今天又变成涨到什么去了 你看涨到这个了 涨到这个了 明基1了 你慢慢看嘛 你慢慢看啊 4.41 今天涨到什么 又涨到这个了 这为什么之前没涨啊 现在变成怎么样 保龄副井拉回来 热印拉回来 不然之前没涨 换之前没涨的涨了 对不对 我已经跟你讲过 你不要管他什么快塞嘛 你要管他说什么恒大 又什么布 口罩什么的 抗那将涨那么多啦 你不要让他休息一下 对不对 搞不好又隆隆帮帮又上去了 你看看今天涨到什么 涨到至勤了 涨到至勤了 变成涨到至勤来了 之前再涨热印再涨 不涨 现在换他涨了 这个就代表什么 这代表这个资金 他源源不绝吧 你看最近你看看 热印不涨了 开始涨什么浩鼎了 对不对 开始涨什么至勤了 开始涨什么 马光KY了 之前你看都没涨啊 他现在最近才开始上来啊 这段不算了 对 这棒棒棒 你看开始上来 你看开始涨 明基1了 你看看 之前也没人买啊 之前涨热印 他也不然 现在换他涨了 你看至点思义 你就不要问嘛 你问得多 要做什么 我已经跟你讲 今天会涨到什么 对 涨多的拉回来 那有什么 康大乡涨那么多了 唐年涨那么多了 对不对 热印涨那么多 恒大涨那么多 保龄附近涨那么多 这个什么高端疫苗 什么 国光森啊 那大家当然要休息嘛 要不然一直涨上去 每天都被分盘交易啊 五分钟会变二十分钟 变十分钟再变二十分钟 那也不行啊 你让他休息休息 对不对 被分盘交易一下 那股票为什么被分盘交易 涨太多 才会被分盘交易嘛 那今天万涨什么 今天万涨了什么 今天万涨了什么 涨仙境光去了 要涨仙境光 那为什么会涨到仙境光 你看看 最近你看涨这个利基 你看涨这个利基 我之前跟你说股票有人要做 陈老师啊 你这号码很烂的 什么3444 这个干什么 这个很死啦 买下去都掉了啦 你们你给它抱着 我说陈老师啊 这个利基哦 真的会涨吗 什么中港支 我之前讲的时候没有人要理我啊 利润机会无限大 这谁要理我啊 这谁要理我 你看看 这仙境光啊 也没人要你先买先赢啊 进入大财啊 没有人要理我啊 这之前都讲过 这我怎么可能没讲过 发光发热先买先赢啊 你看幽群 我不是一直跟你讲吗 这幽群 都在出了调吗 这幽群长会不会长心象啊 这烂凶烂地 大学光 你看这一波最强的记录就是大学光 大学光啊 你看看 大学光 对不对 大学光啊 怎么可能不长 你看看 利旺 哎呀 陈老师啊 我的利旺都已经卖掉了 各位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的东西 你就不要再问我基本面 对不对 你也不要管什么 是不是有FDA认证 还是什么 他这个什么快筛四季 什么几万季又几万季 你不要听那个 我跟你讲 我陈老师从来不跟你讲EPS 什么这家公司 就全世界独一无二 就他做啊 你只要逮到这种 他就反正专利 就他做 然后呢 业绩上来 最后就是一直涨停板 我不要跟你谈那个东西 各位投资朋友 你讲我整天 我现在 我现在跟你讲 我现在讲利旺 我没有跟你讲基本面 我跟你讲建策 我敢不跟你讲 加者详组 我敢不跟你讲 业绩很好 这股份小嘛 就十以下啊 讲了都要很年了 对不对 建策 我有跟你讲 他做什么很好嘛 这本来就是 他公司派就跟投资外资配合 这本来就是啊 他的公司派本来就是跟外资投资 都长期在配合啊 这个建策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公司 他的公司本来就是跟 你跟他打回来 马上拉上去 你看建议创历史新高 你看这建策 他公司派本来就是在跟投资外资配合啊 就跟他国具华新科一样啊 公司派本来就是有在配合啊 所以国具华新科以后也是会上来的 你不用担心啊 但他只是先涨建策嘛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但是怎么样 国具华新科不是不会买 就跟中美金环球金一样 他未来标的还是大益 就像你到时候加金上来了 中美金环球金也会涨 但是他涨不过加金嘛 我这样讲你懂吗 今天为什么建策他能标 他这个也是跟国具华新科 中美金和金一样啊 他长期都是固定的外资跟投资 在跟他配合啊 所以他这个都是投资一直买啊 外资一直买啊 为什么 他就配合啊 再加上股本小嘛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今年这个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涨了就是会涨 这个也是在配合啊 这怎么会结束呢 这也是在配合啊 这个都是在配合的啊 加登啊 他一打回来亮就说了 一上去怎么样 一上去怎么样就爆亮了 再加登一上去就创新高 一打回来就亮说 那你这不买我也没办法 这也是一样啊 昨天打回来也没人要买啊 你看我之前跟你讲的这家通家 通通大涨加加大标 也没人理我啊 才无意下啊 我陈老师没讲吗 通家通通大涨 通通大涨加加大标 没讲吗 没讲吗 怎么会没讲 对不对 怎么会没讲 长成这样子耶 各位 长到翻掉了吧 这个啊 陈老师啊 你都没讲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今天陈老师讲得难听一点 我今天跟你讲的东西 理机也好 通家也好 优群也好 仙境光也好 对不对 立望也好 爱普也好 大学光也好 你今天你不要说 陈老师我卖掉了 我卖掉了才开始大涨 你跟我讲的就没意思了嘛 你今天跟我讲的怎么有意思 你看看今天又会长到什么志勤 又会长到浩鼎 又会长到什么 今天又长到什么了 开始长到什么仙境光来了 这种你看看这种就是他大股东 他就是要做嘛 来拉近一点 而且他这个大股东很贼耶 他就沿着这条线一直拉 你看看 这仙境光啊 可见他今年他这个 他就很残 你知道你看 你看这算 这10英英而已 11英英而已 那他你说今年的光 说句实在话 大力光也没有很好 对不对 但是仙境光他为什么 他今年会感觉气逐心很强 这当然是他大股东在做的线嘛 要不然谁会做 偷信说真的也买不多 那这个线为什么会做那么漂亮 你看这仙境光 你看看这仙境光 为什么会做那么漂亮 对不对 你看这个线你也知道 他这个线也很会做啊 他这一直上 你看一直上 一直上 一直上 然后拉回来再上 对不对 那 non non 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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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年就要做一波了嘛 头都洗下了啊 所以我早就跟你说 你看这也是同样啊 通质啊 今天又創歷史性高了 佳金 都讲过 这个股本小的 爱普 爱普 八点建策 十亿而已 建策 对不对 嘉哲详硕 力旺 这个都是小股本的 你今年你就要注意这种股票 你看大学光 你看心向优群 这没讲 陈老师啊 你都没有讲 你都没有讲说 他主力跑掉 会再拉一倍 我没讲 你没买而已吧 会再拉一倍 我没讲吗 今天你看看 马上再上来 仙境光没讲 我仙境光没讲 没讲吗 地基各位 仙境光 你看今天长号什么了 今天长号号顶 你看今天生气泪骨 不是没长哦 长号至晴了 长号这个叫什么 马光KY 你别问我有买吗 长号马光KY 你看今天长号什么 明基一 你不要问我啊 你问我干什么 今天没人长号的明基一 你看看 这一定有人在4亿而已啊 马光KY 4亿 明基一 你看长到什么 长到智勤了 开始14亿 国光生 你看休息患 长到智勤 国光生 休息患 长到智勤 那下一支股票 涨什么 我不知道啊 特别多是没有 这做长扣就好了 你不要买 拜托 不要买 真的不要买 我正好跟你讲的东西 有一天如果大涨 你不要说陈老师 我都没有 不要买 我没有叫你买 你不要买 这支股票 百倍的研究单位 好不好 生机类股 生机类股 这个以后 如果 如果标的比这个还厉害 你不要说陈老师 我都没有买到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我都没买 好不好 今天这份 就要送给大家 赶快打电话来索取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守护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与你同在 188防疫专案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影业头部 守护针线 02 报113366 报113366 投资的致胜关键 投资的致胜关键 再听人生高峰 请直播 02 8511 3366 开车摊杯 保证你乐极生杯 那如何是好啊 简单 酒后回家指定驾驶 一 找家人在 二 请朋友带 三 叫小黄来 为了安全 那我还是搭小黄好了 聪明选择 酒后不开车 回家平安归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投资朋友 我陈老师啊 我有时候啊 跟大家讲的东西啊 四月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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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开始你一定不觉得啦 你刚开始你不会觉得 三月十七了 三月十七公里 这边要过两个月啊 你不会觉得啦 你不会觉得 慢慢看哦 慢慢看 慢慢看啦 你就慢慢看嘛 因为 因为说真的 你 你其实很多人在买股票 当然他喜欢买那种 业绩很好 就他一直很相信业绩啊 反正非业绩股不买啊 对不对 然后又要大支 又大支 然后又要买那种业绩股 台积电啊 红海中的啊 对不对 不是说不好啦 旺红啊 什么什么什么 台塑南亚 不是那个不好 就是说 你必须要去了解到说 今年啊 你有感觉到 有些股票 人家就是要做嘛 你懂我讲的意思 人家就是要做嘛 你没有感觉嘛 你没有一点感觉 说有些股票 你看这个 你光看这线就知道 他大股东就是有备而来 要不然他怎么做那种线 好像 好像能画出来的一样 怎么那么漂亮呢 然后今天你看 升级肋股没动的时候 他就顺便顺势在拉了 那你看他线 你看他完全就是按照 那个技术分析的 那个线形在走 这种就是怎么样 这种就是怎么样 这种就有人在操盘嘛 对不对 这种是标准的 你看他这种 你看他标准的就是好像 这老闆怎么又叫人在操盘 同样的呢 你要去我这里 我回来就要 你去睡觉 也不要去睡觉 但你又再重 但你又再直接起来 所以你看他这个就是这样子 那你看升级肋股在休息的时候 今天就新晋光就来了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个阳明光啦 我不要讲太多 阳明光啦 新剧科啦 我就跟你讲 你有没有感觉到嘛 你不是说这个 你买很高的不能买的问题嘛 我那时候在介绍的时候 各位同事朋友 才多少钱啊 加折降溯 那可见了 那你就看这种股票 他就已经告诉他 他脸就告诉你 我还要插钩票嘛 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嘛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这个力望 这个力望 他可能是接下来的加折降溯 今天马上就涨给你看 才7.5亿嘛 陈老师我就是不爱买这种东西啊 你觉得你不爱买这个东西 他就会涨 你不爱买 他会涨 你为什么不爱买呢 像这个 他这个炸学光 这三个字就已经告诉你了 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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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 你不买啊 幽群 大学光 像那个茂林 茂林KY 四星KY 那都已经跟你说好了嘛 我早就跟你说嘛 原相精彩 那就跟你照了嘛 我还要插钩票 快来 我还要插钩票 看就知道 你不买 你也是在说呢 这看就知道了嘛 那你一直在买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 你爱买什么 你喜欢买什么 所以我就跟你讲 原相精彩 也是一样啊 茂林KY 四星KY 为什么股本太小了嘛 他这么业绩好好 就比较 台表科 台表科 人就会跟你插 我还要来插 我还要来插 我上次不讲科举重状元吗 台表科 没有人要理我 科举重状元 对不对 没有人要理我啊 你还要买什么 大学光 对不对 也不买啊 人家这就跟你讲嘛 我就是要炒哦 陈建宏的建策 我讲的恩便了 陈建宏的建策 你看今天也要撞历史新高了 又撞 你看直接 巴巴巴 他就起来了 10年而已 这人啊 他就走 这就是他大股东 就是要有备而来的嘛 你管他业绩好不好 他怎么出啊 他今天你看 巴巴拉壮新高了 对不对 8.2亿 最重要是这个啊 他又不是82亿 你最喜欢买那种82亿的 8.2亿你也不买啊 你看这利基 我之前在讲说还跌了 你看今天变这样子 你想不到了吧 谁吃掉了 陈老师这个数字 这哦 这数字不好三四四 你一讲就跌啊 这怎么买啊 你看今天变这样子 这利基 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真的我要跟你讲的很多东西 你看看 今天换生计 长到号顶 今天生计长到什么 不是要你追啦 长到至勤了 对不对 乐运回来了 保林副锦回来了 恒大回来了 长到至勤去了 为什么 你看 康大乡回来 长到马光了 马光来了 换马光了 你看 对不对 长到明基一 你看看 长到上来了 各位啊 你相信我啦 我陈老师跟你讲 你说我有一次的运气 你说我有一次的运气 叫运气 好不好 那你说我有两次的运气 那能叫运气吗 那你说我今天有三次的运气 你也没买啊 都卖掉了 都在跌的时候卖掉 今天也撞新高了 那你说我有四次的运气吗 那你说我陈老师 今天有五次的运气吗 那你今天陈老师 你敢讲我今天有六次的运气吗 那你今天陈老师 你敢讲我今天陈老师 你有七次的运气吗 当然不会嘛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慢慢看 未来会不会百倍的研究单位 未来会不会百倍的研究单位 我跟你讲 今年你真的要标的 还是要找到生机类股里面的小型股票 更会标好不好 陈老师今天这一份资料 送给大家 我跟你讲 一而再而再而三的 你没有把握住 今天这一份资料 希望你都能够把握住 好好把握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